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迪在性格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当然他遇到了爱情的时候他会变得很柔软 就是女人该有的样子慢慢地散发出来了 他的一种芬芳和魅力 但是在剧情上因为确实有非常大的冲击 因为第一季的时候的结束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安迪的爸爸 还有知道了安迪的外祖父也健在 那么还有安迪的弟弟 所以就算是第一季的结尾 他去了一个普吉岛 想说重新梳理自己的一个心情 但是他还是要回来面对这些事情 当然他大家都很期待他的爱情的一个发展 但是这段爱情也给他了一个非常好的成长 就是一个女人可能到了这个时候该需要面对的事情 他都遇到了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和很好玩的就是在他追求他的这段时间 就是明明安迪是一个挺冷的 也不太愿意接受他 真的也没有考虑过我还需要再去找一个爱人 去谈一段恋爱 但是这个人他总出现在你的身边 而且好像在他心里我就是他女朋友 为什么 就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人 一个冷一个热 而且他的热是那种火辣辣的 让你推也推不掉 拒绝也拒绝不了 反而心里有一点点小甜蜜 小心动 心跳加速了 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可能 就是第一季的时候 起点的出现会给你说 现在告诉你 已经要开始分泌什么多巴胺了 那么到了第二季 你就彻底底的被一个男性的荷尔蒙 就给吞食了 就是这种感觉 听着刘涛说起剧中小包总 对安迪的猛烈追求 是不是观众和小编一样 都默默的开始脑补这些撩人的画面 然后幻想下生活中 要是我有这样一位身材好 颜值高 家境优的男生追求 二话不说 立马同意 回家赶紧见家长 可是咱们的安迪却不走寻常路啊 其实安迪是有一点点不由自主的 可能觉得他还蛮好玩的 就是我不会接受他 但是呢 我好像也没有排斥他 但我只是说 那他在那就在哪吧 与我无关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 即使就比如说小包总来找他 就是也是一个睡沙发 一个睡床 就是就算在一个同一个屋子里面 也是那种 安迪依然不理他 哦 你为什么不走 他就赖在那不走 那赖在那不走 我就不理你啊 所以才会有第一季的 就是我在那晒着我的太阳 他在那聊着他的骚 你知道吗 就是 就这样的关系 其实还是 有一段时间的 当然我们聪明的编剧 怎么可能让安迪 接收不到这些求爱的信号呢 人家只是外冷内热了 按照刘涛的话说 有了小包总一步步的追求 在天上像仙女一样的安迪 终于开始接地气了 可能第二季大家会觉得说 就是他从天上掉下来了 开始接地气了 但是他依然是那个他 就是这就是安迪 可能别人遇到了一些事情 比如说谈个恋爱 发现对方的父母 有一点点干涉 都会在想这怎么办啊 什么的 但是对安迪来说 我在跟你交往 为什么我要跟他沟通 他依然是 在这方面 就是还是像第一季安迪的样子 他不会去做妥协 但是后来慢慢的一点一滴 他在这种家庭温情当中 开始检讨自己 这是他的一个成长和转变 夸了那么多小包总 那到底在安迪心中 小包总是什么样的呢 身材好 颜值高 还是可爱 逗逼呢 发现小包总除了这个 就是说身材啊 性格啊 就是可爱啊 单纯啊 这种之外 更多的一些 个性上的一些闪光点 他就觉得这个人 在沟通之后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有深度的人 不是一个那么浮夸的人 都说安迪很幸福 有着大格局一样 胸怀的好老板 老谭默默的爱着 有着知音一样 可以精神上 纯粹欣赏的未修炼着 有着西方文化中的开放 同时又能游刃有余的 周旋在中国的人情 社会的包总 又忽然强势插入 那作为扮演者的刘涛 如果撇开自己的权势 他会更爱哪一个呢 我那应该还是老谭 我真的 当然就是 平常人家要问我这个问题 我会觉得不好回答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说 以一个角色去判断的话 我觉得不是我 不是我喜欢 不是我喜欢老谭这种 是因为生活来讲 它比较综合 对 因为起点呢 就是 它是很文艺 很柔软 很温柔 就你每天跟他在一起的节奏很慢 但是呢 可能稍显无趣一些 那么小包总呢 就是很热烈 就是感觉 你要跟他在一起 你每天都得出很多汗 要不然感觉 这一天都没过完 就是这两个都会让你觉得 其实一个心会有一点点累 一个 哇 体力也跟不上 老谭真的是 Andy最信任的一个男人 他跟老谭之间 在一起是最轻松 如果说就是有一天 他人生发生什么变化的时候 他要把他所有有关的 东西都交给老谭 他不会去交给小包总 也就是 也许他知道 是 什么人是人生过客 但是老谭是他最终 信赖的一个港口 这个港口不是家 是信任 是朋友 彼此最懂对方的一种关系 好了 采访的最后放点小轻松的爆料 日前包总在节目中爆料 这五美啊各个都欺负他 导演要求他带着五美去健身 偏偏美的都放他格子 这事儿听听咱们Andy怎么说呢 跟一个这样身材的男人健身 我们还有什么容颜 就是 健身房全是镜子啊 一照大家都看他了 压力太大 跟他健身压力太大了 日前演员刘亦军在微博发出自己和张嘉义 从青春时期的合影到合 更多精彩内容 请下载乐视视频移动客户端 感谢您的观看 邀请您拖ыс续 感谢您的观看 为您埋直说 这条角之处 contributor 当多阅 你会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